打了 确诊了 哎呦 那可真是 没受过这苦 老师把卖出去了吗 老师把卖出去了吗 中国记者台下喊房子卖了吗 李立群出席完官方典礼 确诊住院 在医院的第三天 掉了点滴 71岁老戏骨李立群 近年都在中国闯荡 去年7月回到台湾 刚好当时两岸关系紧张 他脱口说出 搭起来都会死守台湾 凭什么说我是墙头草 我是去发挥台湾人的文化敌韵 我丢台湾人脸了吗 并表示中国房产快卖掉了 惹得中国网友 万一有战乱 像我们这种人 都是死守台湾的那种 这个死守的意思 不是说到时候我还得拿枪 我连个棍都拿不动 跟我老婆就要死守故土 我们不会把房子卖了 抱着钱去移民去 都愿意老死在自己的故乡台湾 就这样 但此类说好的退休生活 只过了10个月 李立群又飞到对岸了 前年就坐在这 发了好多个抖音 这两年大家都成长不少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也就算了 没事 我对大陆的情感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 我讲不好听 我比回台湾要激动 那我打算六月底 回来要常住 常住在上海 至少一炸就三个月 然后在我回台湾 休息几天 又过来 李立群周回 以颁奖嘉宾身份 出席中国电影 三大奖之一的滑表奖 等同是被官方认可了 但是中国网友还是不一 不是要保卫台湾吗 台都能参加滑表奖 红上一蓝裤子 这穿搭有点意思啊 马上要进场了 天字 老师把他卖回去了吗 老师把他卖回去了吗 尴尬了 对于台下记者的提问 李立群似乎太专心 拍抖音没听到 至于近期开直播时 室内场景也跟过去一样 网友认为他在上海的房子 还没卖掉 而行中满档的李立群 抖音拍着拍着还确诊了 这两天的这个抖音 发得不勤了 发不动了 打了 确诊了 哎呦那可真是 没受过这苦 到底哪一天才能过去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养 而且这一辈子没养过 抓完了CT 肺部感染 医生说你要住院 什么地方有这种床 什么地方有这个 什么地方跟你插上这个 什么地方可以吃牛肉面 真香 哎呀 哎呀 什么地方有员 感谢观看